修改 这边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修改的话 请你在这上方按右键 找到什么呢 它的属性 属性的地方点一下之后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 它可以 不是这个属性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的 Property 更正一下 应该是 这个地方 你把这个属性点下来 如果说我要更改上面的名称的话 请各位注意看一下 先点它一下 然后呢 再到上面 会有一只手 有没有 拿着一个好像单子 这个就是它的属性 的设置画面 那通常下面会出来 如果没有出来的话 请你把它点下去 下面就出来 这个叫属性 那什么叫属性呢 基本上呢 所有的外观 包含什么呢 包含它的背景颜色 有没有 前景颜色 还有叫caption 这个什么叫caption caption就是上面这个东西 应该有点像是title 我们上面的title 名称 那还有它的什么呢 如果我要修改这个上面的名称 它有一个属性 叫做 应该叫做name 看一下这个标签里面有没有叫name 就是name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它改名称 我不要叫做user form1 我要叫做home好了 home已经有了 那我们叫home2 ok enter 这个时候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就会变成home2 ok那 我想各位可以开完成档 或者是说你可以开那个 练习档开起来 然后呢 请自行建立一个表单 可是你想说老师那这里 改home2 那这里我想要换别的名称的话 那我要怎么修改呢 这边的话呢 比如说 这个范例叫做自动计算房贷 或者叫做计算房贷之类 那这个上面叫user form1 感觉怪怪 你跳出来 人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所以你要怎么修改呢 请各位看一下 就是caption这个属性 这个 请你把它改成叫做 计算房贷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名称叫 计算 房贷 OK enter 有没有 他的 右上 左上角这个名称 就被更改了 好 再来的话 我们完成的这个画面 各位可以看到 你说老师那他的比较大 我的比较小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右下角不是有个空点 你就可以自动去决定他的大小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的 基本表单的设定 设定完之后呢 接下来下一个动作是 上面请你布局 布局哪一些 我想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书上的这个画面 在93页的地方 上面都有 不过字比较小一点点 比如上面我希望呢 布局什么东西呢 布局 12345 5个项目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12 3